大家看到這個氣氛 又看到我的出現 就知道又是迷信記者出動的時候 唉 我已經疫情了 大家都不可以出嫁 所以我相信今年的單身率應該都挺高的 因為就算認識異性也沒什麼出現 不要緊 我們展望未來 我們來看看下年2021年 上半年十二星座的愛情運好嗎 好 我們今天請了神婆辦公室的神婆Celia Hello 我是神婆辦公室的Celia Woo 相信大家都很心急知道2021年上半年的愛情運勢 但以下的分析大家記住 同一時間要參考你的上星星座和太陽星座 首先就講白羊座的朋友 留意你們的桃花月份是6月 6月是你們最旺的桃花月 因為1、2月的時候 你們都是專注在自己的工作和事業發展 由於木星、土星、冥王星 仍然在你事業工作 所以注意發展事業才是你們的重點 踏入2月 顆金星進入水平載 記住到時可以多些和朋友出街 到時你結識對象的機會可能大大提升 而到4月 你們整個人好像充足電感精神 重新出發 好 留意了 6月才是你們最旺的桃花月份 因為到時顆金星進入獅子座 是你們的戀愛工 好好打扮自己 記住扮靚點出街 施展自己的魅力 你們找到對象的機會也大大提升 金牛座的朋友 明年頭半年桃花是一般的 留意了 上半年由於木星和土星進入你們的事業工位 所以發展事業才是你們第一重要的目標 1月時 但都可以同時注意一下自己尋求知識 進修和求學的地方 會否遇到你的另一半 2月時你發現自己的職場上會變得大受歡迎 到時記得好好利用你們的人際網絡 結識愈多人愈好 到3月反而是你們聯誼的好時光 即是到時適宜有人性無異性 多點和朋友去街 就不要只顧拍拖 找對象 反而到4月尾時踏入金牛的太陽月份 到時一定要好好打扮自己 裝美一點 令自己的魅力大大提升 到6月時大家要小心 自己消費過度河巴的光塘和 說到相子座的朋友 記住留意 1月的感情是最穩定的 由於今年年底12月中時 人馬金星跌入你們的伴侶工 一直到1月8日 你們和伴侶的關係都和諧穩定 相處又融洽一點 留意 雖然表面上你們伴侶關係好像很穩定 但你未必想和伴侶分享 你內心世界真正想法 2021年對相子座朋友來說 是追求學問和人生方向的一年 到3月份你們記住 你即場上會光芒四射 記住到時多點和同事聯誼 4月份到了2萬歲的月份 即是要和朋友多點出去玩 社交 因為可能他們會介紹到一些認識的對象 5月份便適宜 反而適宜內收自己的身心靈方面的滋讓 到6月反而便到 假裝美 表現自己的自信心一面 認識的對象機會又不回來 這個巨蟹在朋友 相信今年對於巨蟹在朋友來說 是一個反反覆覆的一年 或者你們覺得同伴侶關係 不多不少 都有經歷過很多壓力 考驗 甚至吵架 或者近年還是分手 但相反 某些巨蟹的朋友 反而覺得是時候進入下一個階段 例如可能是結婚 生小朋友 有些矛盾 即是有些極端的情況出現 反而到明年的年初 你們覺得同伴侶相處的壓力 會慢慢減輕 但適宜你真正面對自己內心的呼喚 就是重拾你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 去付諸行動 到4月的時候 巨蟹在朋友會覺得自己換言一身 特別在工作上的轉變 會使自己更有信心 到5月反而是你們輕放輕鬆的月份 多些約朋友出去走走 氣候玩樂 獎勵自己 說不定你們桃花會再來臨 到獅子在朋友 獅子在朋友 其實留意跟你們伴侶 下年的關係相處會頗愉快 承接著20年年底12月 人馬在今星在你們戀愛宮的運勢 下年1月的時候 你們的桃花月依然旺盛 到聖誕節的時候 有遇到你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有另一輩的朋友 跟你們伴侶的感情都會升溫 和充滿火花 到了2月 因為有五星連環在你們的工作公位 當然都是專心應付你們的工作更好 到3月的時候 跟你們伴侶的關係會更加融合 適合做多些浪漫 舉動你們的關係更上一層樓 留意2021年 其實整個水平木星都會留在你們伴侶工 本身已經有拍拖的朋友 你們同伴侶的相處會更愉快融合 又或者對方甚至變身成為貴人 在你的生活上幫你很多 又到處女在朋友 2020年相信對處女在朋友來說 是苦又苦又甜的一年 因為那顆山羊的土星 牧星和冥王星留在你們的戀愛公位置 或者你們對另一半的關係更加執著 甚至極度害怕失去對方也不定 對於這段關係的不安感和控制欲 可能比以前更加強烈 又或者你會要求對方作出承諾 甚至結婚等 分反如果你們越迫越緊 反而會導致你們的關係破裂 甚至一拍兩散也不定 大二到二來二一年的一月和二月 牧星慢慢進入你們的工作工 是時候收拾心情投入你們的工作 由於同一時間 有顆山羊座的金星在你們的戀愛公 其實它減緩了年底很緊張的戀愛關係 都是可以適合注意你們發展對象的好機會 到三月反而是你們追求學問 和更加投入你們事業拼搏的日子 所以上半年要把握一月二月的戀愛機會